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到你開碼 TiPhone 12 Pro Max 玩了一陣子 其實拿上手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 那麼重手 我之前玩過 朋友的11 Pro Max 10S Max 其實跟11 Pro Max 差不多 但是 這次拿12 Pro Max 就覺得它是 我想像中 輕的 因為我拿我自己 11 Pro Max 殼都很重 殼都 殼都 很難 保護正常 或者是 嘴都很重 但是 我是原來痛的 但是我 今天玩了一陣子 12 Pro Max 我覺得它不正常 拿到手中 感覺是 OK的 一打殼之後 打這個 接下15元 還有一個 四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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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為什麼 買這個 我留意到 就是 今次的 12號 那個 鏡頭位 它凸得很厲害 如果你 買一個 背面塗 即背面塗 或者 一個 鏡頭位 有一個 塗出來 那些 殼 你就會 小心一點 就是 如果 好像奧衣 這樣 是 很安全 但是 如果你買 如果你買 那些 很平的 那 你 今年 12號 你小心 撞花 因為 它凸得很厲害 你看 現在 11號 是不得的 12號 你看 每一個 鏡頭 都是 很大 很大 凸得很厲害 三個鏡頭 每一塊 這塊鏡頭 都是 再凸 這塊鏡頭 都是特色的 大家 要留意一下 這塊鏡頭 就給我買 一些保護性 不平的 你看 你看 這個 這塊鏡頭 已經凸得出來了 已經凸得出來了 現在 手機可套下去 剛剛好幾平 這塊鏡頭 再凸得出來了 上一塊鏡頭 上一塊鏡頭 這塊鏡頭 是從後門機身 是平整的 這塊鏡頭 這塊鏡頭 已經凸得了 這塊鏡頭 這塊鏡頭 已經凸得了 這塊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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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塊鏡頭 就是那塊鏡頭 是相機公司 一塊鏡頭 這塊鏡頭 這塊鏡頭 不是那塊鏡頭 其實已經有很多ensation 但這塊鏡頭 是不容易 這塊鏡頭 可以說 這塊鏡頭 聽到這塊鏡頭 昨天 昨天 真正 9月 是5時侯 聽到這塊鏡頭 100錢 可以減少三千幾價 谢谢 我有个有趣的小发现 我们做youtube就很值得拍摄 这个是11倍 我现在设定了两倍 用两倍镜去拍摄 一按摄 你会发觉 我现在设定了两倍镜去拍摄 它是锁定了 是用Terry镜来拍摄的 我现在设定了1 我现在设定了1 我都不可以走进去 我设定了1 2到6 但是这些摘留意到1到6 它是没有圆镜的动作 它们看不到更多 正常设定了 我现在设定了0.5 我只可以0.5到3 也看到画质没有圆镜更差 也能证明到它没有用 单约的一拥镜去拍摄 你会看到是没有圆镜更差 因為我們沒有看見電影是燃營的 或者是燃營了 有燃營營了 現在我們拿回新機 升機 機械7倍 我現在由7倍開始 移動回到 開一次過回到3Y 亦看到有換鏡的動作 3Y 明顯是換了鏡 但上2.5時 我留意到它應該沒有換鏡 新機的好處是 它終於可以很平滑 由0.5一直到7倍的合併限 現在我用的是4K 4K 現在 依然可以連角有一個 換鏡 光度 充滿了 它是 換鏡的程度 光了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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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一瓶一瓶一瓶 但是 如果你試想這樣 它都算是一個信 brid 我覺得 至少我看24轉 或者 Todberlen 一瓶多足夠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慎怒 你說60V這些 就算了 有些要求 就用定焦鏡拍到它 這裡玩完了 已經炒完了 大機已經見紅了 這件事也有很多人害怕 我猜不到 小機還在炒 還要有些錢賺的時候 大機會記錄 我也不知道 今天首日之後 發展下去 大家炒的自己收拾 先說回 Promance 還記得升級嗎? 如果是追看外表 那是真的帥 但如果是幼兒帶著 是否很差 還是很差 我覺得 我用了11部 我拿著12部Mass 我覺得是很容易接手 但你選擇機殼 就好像我 我選擇 浩身的一種 不要選擇 那麼巨型 那麼厚 那麼厚 會很差 如果不是這些 這個機殼已經很大 很重 再加上我 又厚又重 機殼 就很差 看到我更新是14點 那我剛才是沒有時間 所以我還沒更新 所以是OK的 那我用14點一次 那我用14點一次 那我用14點一次和14點二 看影相 那些分別也不大 那我試過拍相拍片 那現在都可以再看看 看看 那我剛才說 正常說 拍片的防守陣 轉了 Centership 的英文 Saber 但是 不覺得有期待 那樣子 你這樣看來 都可以 很高 我真的覺得有空 那樣子 我覺得有很大的 尖門外 特別定 因為本身iPhone 那個防守陣 很厲害 那它換了 防守陣的結構 暫時我看不到 有什麼實質效果 主鏡頭的CMOS大約,畫質是否有很大的進步呢? 我暫時察覺不到,尤其是用Light Mode 因為Light Mode已經幫你解決了很多問題 所以在空鏈頭差挖之後Light Mode 覺得很屎,很廢,Light Mode 然後Light Mode之後畫質都靈了很多 所以想說主鏡頭的大47%會不會有什麼強勁的進步? 我感覺不到 反而Light Mode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我以為主鏡頭照換上去 去看看畫質的反差太大 但它很難以接受 至於一個小部的同12 黑色畫面之下有6光的問題 我試過這部畫面,暫時是看不到的 那我相信,我聽說的 12 Pro Max是全部都是用三星光的 就沒有AB按鈕 那應該這方面就不需要擔心的 那總共來說 這次12 Pro Max 只能換 第一件事都是有錢的 我認為是有更好的 但是相比起11 Pro Max 或者11 Pro Max 而言之 我就算計算了 鏡頭的升級 我都覺得它是比較高 不過 如果12 Pro Max 不然就不需要擔心 除了J Pro Max 除了J Pro Max 那我沒有選擇 那如果你是轉12 Pro Max 那也算是真的有升級 那它真的換了大屍磨砂 它真的換了大屍磨砂 它真的換了一個 暫時我看不到畫質有很明顯的差異 哪怕我已經是用了11 Pro Max 而不是12 Pro Max 那大家覺得值不值得升級 就只想一想吧 不過現在 既然這麼多大屍磨砂 炒了機 那我相信 你們見到二海駕OK 一學就回來了 我覺得 如果一個便宜一點 有二海駕質的話 都算是值得升的 這次用回歸經典的機身設計 是真的挺不錯的 大學的都不會有什麼 戒手問題 那重量我覺得 我用這些不輕巧的殼是OK的 如果你要用這麼厚的殼 我會用自己的殼 那今晚 今天呢 今天的C12 Pro Max 蓄試就到這裡 尾聲了 那機器是人來的 有些玩給人 那大家有什麼留意 說一說 大家想知道 看看有否幫忙 大家去再聯繫一下 那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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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